欢迎收看紫色喇叭花 这一集的节目我们即将介绍 一个大学的新鲜人 他叫如芳 他刚毕业 但是他想要找一份工作 于是呢 某天他就来到了Bulong公司 找寻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究竟他会在这所公司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人生人海茫茫 谁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际遇 究竟如芳他的结果是好是坏 就让我们看下去 请进 你好我是黄玉成 今年21岁毕业于联合大学 然后我的专长是企业资源规划 人力资源管理 然后广告管理 然后广告管理 进去是逛街 看电影 然后逛网拍 然后我喜欢韩国男子的行情 他们的肌肉线条非常的优美 然后其实我也很喜欢那些非常壮的男生 所以这就是你的简介 所以你是同性恋 那不好意思我们公司不陆续同性恋的 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 每天想我一次 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 如果你看我的电影 听我爱的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 为爱勇敢一直 在上一段我们看到如芳 他的不如意 他现在心情低落 于是他喝了点酒 找公园想要一个人静一静 而正好有一个叫做谢松明的人经过 而如芳在碰到他之后 又会有怎样的遭遇呢 这是一个危机 还是转机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你迪姨 你怎么在这里 你这么难过 你叫什么名字 跟哥哥讲一下 这么急 你怎么跟我报名呢 我叫我叫如芳 那发现走势 你怎么这么难过 就是 我因为喜欢男生 所以就被采取了 真真是太好 我不是 Lust you 幸好我们员工 刚好缺一个员工 像你这么优秀的员工 当然要来我们公司上班 有没有兴趣 什么时候 明天就可以来了 你不要 你为什么要别录的方式呢 我先打电话 跟我们同事讲一下 喂 哦江董 没了没了 没什么事 你今天不是缺一个优质秘书 我刚刚 嘟到一个 屁股又翘又大 肉白白嫩嫩的秘书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哦 可以哦 明天可以过去哦 哦 好好好 江董 江董 江董谢谢 江董谢谢 诶 诶 诶 江董说 你明天就可以来面试了 真的吗 对啊 哦 他说他对你应该 蛮有兴趣的 谢谢 谢谢 他喜欢屁股大大的 哦 没有 他说他喜欢像你这么优秀的员工啊 嗯 好 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好 谢谢松明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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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董在这边等你很久 快进去 好好 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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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董你好 我是如芳 哦 你就是如芳 果真是 成鱼若燕 秀色可撐啊 非常好 你就是我们公司 正要寻找的人 我欢迎你 欢迎 你好色 不要那么摸我 好了 哥 在上一段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芳遇到了这位名叫江董的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 他似乎心怀不轨 用他的手 诶不对 诶 他的 手 诶 诶 诶 对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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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工作好認真喔 你在寫什麼東西啊 就是寫這個 文件啊 你剛剛指派我的文件 對 怎麼了嗎 董事長 我看一下 進度如何 啊 董事長我選就好 竹花燦滿地上 你也笑容易泛黃 花落人斷腸 我心事緊緊躺 你要幹嘛 你要幹嘛 走開 沒有 我看你的褲子有灰塵 我幫你把它拍掉 謝謝董事長 走開 你如果想 你如果想繼續待在這間公司 就跟我好好配合 來 腳過來 不要 不要 嘴巴說不要 心裡還是很誠實的嗎 看到了以上數的劇情 如芳 一個新鮮人 他遇到了 不平等的待遇 由於他的性向 受到了公司的拒絕 而在接下來 他又遇到了 謝松敏 這個不良分子 把他推入了 萬丈深淵 遇到了 江董這位色老頭 對他上下其手 而 在 91年 性別工作平等法 修過了之後 多元性別 已經逐漸受到重視 許多公司 也都以這個 為他們企業倫理 之一的項目 感謝收看這一集的 紫色喇叭花 我是主持人 盛竹如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